小英你能夠接受被罵 不見了嗎 瑋瀚 好這個 事情明天才要到最高峰了 因為明天 6月9日要去告 這件事情其實大家很清楚 就是蘇生昌院長他失言 一個行政院的院長怎麼可以在國會殿堂 罵國會議員不見了 我現在這樣講我有問題 我是原因重現 怎麼可以啊 不行 我跟大家講 佛跳牆做到會爆炸是不可以的 然後行政官員在立法院辱罵 不管用什麼詞啦 用剛剛我講那句或其他的辱罵國會議員 也是不行的 照網例 立刻這個國會議員會要求他道歉 不道歉不繼續執行 那如果你不道歉 上面的大會的會議主席 也會要求他道歉 要不然你就離開立法院 立法院 不是你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 你今天如果侮辱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的話 我行政官員不管是部長署長 院長 我可以不要讓你進來 因為這是立法院 你行政院立體 你行政院立是三大王 你當你的行政院賣來立法院 基本上是這樣 可是 我剛剛講的那個是基本上是這樣 可是現在是這樣嗎 不是啊 當天的主席是蔡其昌 鄭麗雯 委員他在那邊求救我們跟主席講說 主席那現在是怎麼樣 主席也沒有制止他 要求他說你跟那個道歉 不然就不要直選了 你回去了 後面全部都停了 或者是立法院會有立法委員 他會做成一個院會的決議 譴責哪個官員 或者是要求哪個官員道歉 現在有沒有 沒有 只有國民黨的立委 認為孫昌冠道歉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先把 就事論事講清楚 我會有好幾個層次跟大家報告 曉欣也在這邊 你去看看 目前狀況是不是變這樣 所以 就事論事一個 你看我唱歌我也道歉 對不對 但我不是官員 你跑到行政 你跑到立法院去 辱罵 立法院的立委 你就應該道歉 那我跟大家講 我的想法可能跟 其他的現在大家看節目的網友 有的地方不太一樣 譬如說 這事情我覺得沒有必要導到女性去 我倒覺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今天如果是換 是吳思淮 或者是李德維 孫昌院長一樣這樣羞辱 因為你國民黨的 他就是三十幾個 他全部都羞辱 所以他並不是因為 看到你是女性 拿他用的那個詞 好像也跟性別比較無關 就是羞辱人 就說 他說你不要臉 好 那今天重點來了 今天重點就是 當孫昌院長是犯了這麼明顯的 一個錯誤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不但沒有道歉 他在 跟立文傑衝突完以後的第二天 他還加碼 一早就接受訪問 然後他就講了 多少字 二十四個字 他說他要這個 立刻要 憤然的 就是 抵抗叛徒 然後呢 還要秉燃的 這個叫什麼 波亂反正 波亂反正是 後面 對 他說 鄭立文違逆 違逆 你違逆我們 那個糾正錯誤 糾正謊言 秉燃的糾正謊言 然後要挺身波亂反正 最後就是做我該做的事 叫二十四個字 他講完之後呢 觀眾朋友 這邊沒有 沒有時間放影片給你看 你有空再去看 他講完之後 一個小時 馬上 行政院的小編 因為你負責拍 就把它做成了 影片 不是只有一張圖喔 影片還上大字 那個字比我的頭還大 然後呢 字卻寫在上面寫什麼 無端總統被講要投降 我到底動了 我事可忍孰不可忍 你欺負我可以 欺負巧心就是不行 大概就是 他老公是這個立場 你對不對沒有手機就要送一隻手機來 就這個意思 所以呢 他把蔡英文總統抓出來談 欺負 他把蔡總統抓出來 不是我要在立法院 三親罵人家不會更小 是這個人真的不會更小 因為他罵 他罵總統啊 三軍統帥怎麼可以 來觀眾朋友 事實的過程當中 是因為他好像是 大概講了五次吧 要投降是不是 投降最好 對不對 他一直在反 反群相機 鄭英文委員就是 他問他何止動力前線 我要評論我都會把整個影片看完 不是只有說你喜歡誰不喜歡誰 那我盡量也把情緒抽離 我就告訴你 國會的議員是不可以在立法院被羞辱的 可是現在被羞辱了 羞辱他的人是行政院長他還拒不道歉 拒不道歉的同時 他還加碼告訴你說 我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三軍統帥不可能投降 卻被這個人 無端造謠 說總統要投降 所以我只好憤然制止他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是誰先說投降的 是誰先反臣相機 問鄭英文說你們國民黨投降最好對不對 不然你要投降嗎 大概講了四到五次 那你講人家投降 人家不能生氣 人家講你投降 你就要罵人家別跟你講 那不是大家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事情我已經講了 錯就是錯在蘇院長 可是 他不認錯 而且連總統都跟著他不認錯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了 第一個 是你先挑起的 所以無端不是無端 觀眾朋友我這邊跟大家講 不是無端 什麼栽贓或者是抹黑 總統要投降 有端啊 那個端就是你開的端啊 你先講別人要投降 第二個 他說無端總統變成是第一個要投降 對不起 不是 第一個不是 第一個是蘇文昌 第一個是蘇院長 鄭英文是這樣講 到時候如果投降 我看到是你 第一個投降 蔡總統第二個 對不對 那人家明明是第二個 你為什麼 我在外面跟人家打架了 打完架回來以後 你來跟他打架 沒有啦因為他都沒你啦 他罵你所以我忍不住了 有嗎 人家其實是 你自己的問題 你不要拖出來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件事情講完了以後 我相信觀眾朋友有的可能 之前如果沒有搞那麼清楚 聽我這樣講就清楚了 那你以為當事人不清楚嗎 民進黨的立委不清楚嗎 都知道 可是他現在搞的是什麼東西 他現在已經搞到 做一個比喻 有點像是幫派文化 我今天殺人放火又怎樣 他跟我是同幫的啊 黨同發議嘛 是 所以當我已經拉了蔡總統出來談 你不要問我罵他什麼字 你不要告訴我說有沒有羞辱他 你只要告訴我你挺不挺蔡總統 我今天是被挺蔡總統 我才出來跟他玩假的 所以難道你不在我這邊嗎 連總統都出來認證 哎呀這個遇到了 情緒性的質詢 那你情緒性的回答 尋答你情緒性的貌文家要不要投降 問了五六次 好那第二個 蔡總統現在也等於 怎麼講被綁架了 就是說直接就是 我也不得不出來挺他 好那觀眾朋友他會有個問題 就是 這個事情會造成了 藍綠的對立 國民黨會一個又一個的進來挺鄭麗文 民進黨會一個一個的又去挺蘇貞昌 原本蘇貞昌院長說實在他也做那麼久了 他現在不斷的把這個對立升高 而且明天鄭麗文 立文姐要告下去對不對 他就會變成一個什麼 是想知 他會是什麼狀況 一個為了總統的 榮耀 跟信譽 被侮辱而挺身而出的人 然後他被告了 然後他在被告的同時 總統說隔魁你下來好了 那這樣不就整人落差嗎 他是幫民進黨在前線打仗的人 所以 這件事情的提高 會讓蘇院長下台的時間延後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蘇院長當然啊 我要保衛我的隔魁啊 我怎麼知道 陳柏惟下個禮拜再加上12月的公投 我會怎麼樣說不定我就再見了 我就跟你拼 搞越大越好 搞得越大 我做得越久 所以他的能量就被一直墊高了 你看事實就是嘛 總統跑出來挺他啦 總統跑出來發那個臉書講說 這個蘇院長做得很好 他的底氣就更多 他可能沒有想要這樣子 因為差不多了嘛 我們已經謝謝你 這個經商新政務完成 準備要發一個分手文而已 突然 他為我犧牲那麼多 我怎麼好意思跟他說分手 變成是這樣 所以各有算盤 這叫什麼 乾坤大挪移 這個 明教教主第33代的楊鼎天 可能都自嘆不如 他把整個戰場轉成說 我是為了總統在 衝鋒憲政 難道你要現在把我換掉嗎 這個我講又是另外一層次的問題 但是你倒回來看 立法院的立委就是不可以被這樣羞辱 只是 我必須要講兩件事 就是說 以當天的做法來講 可能國民黨黨團運作沒有那麼成熟啦 當天其實應該就要立刻終止質詢 而且呢 黨團的 書記長幹事長像現在是肺紅胎 他要立刻知道他人不在立法院沒問題 因為立法院其實 那個議場在那邊 旁邊中心大樓跟青島 一館二館 馬上所有人在立法院的 30個就來30個 20個就20個 你幫他一位幫他 通通摳進議場 因為我進不去 記者進不去 助理也進不去 只有立委本人可以進去 全部進去以後 站在孫生長面前要說道歉 不道歉就不繼續質詢 這樣才對 就是說國民黨沒有 沒有沒有站立 他不知道該怎麼變成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是絕對是 站得住腳 就是當國會議員被羞辱 可是我現在講這些沒有發生 現在導向是什麼 啊 這就是叛徒嘛 你看 以前還叫他 抓手 現在就轉到什麼 追殺鄭麗文 開始把鄭麗文過去在民進黨當國大代表 收的那些 連影片都找出來了 我都收到了 就他以前在那邊參 對不對 然後就講的 大家用這個來 就是以子之毛 攻子之盾 你是姑息慕容 就對了 所以 這就變成在傷害鄭麗文好 那支持鄭麗文 委員跟國民黨支持者 當然會覺得鄭麗文我剛剛講的沒有錯吧 他是被羞辱的 但是 我要講兩個但是 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不會看那邊 他不會跟你分說 啊剛剛黃漢講的那一段 什麼國會議員不應該在立法院被羞辱的 他不管 他只會講說對 這是不會過的 這是叛徒 所以呢罵叛徒剛好而已 我常講我們台灣是是非不分黨同發議的 今天不是看事情做的對或不對 是要看做這個事情的人是不是 我們家的人 我們這邊的人即使他 做了不對的事情 我也都挺到底 我也不出來罵 我們那邊的人 對面的人即使他做的是好事 我也要罵他兩句 這是現在目前台灣政治狀況 那蘇天長很成功的 把一個他在國會殿堂的 情緒失控 轉移成是 整個民進黨的榮辱 侮辱我可以 但侮辱總統 侮辱民進黨就是不行 所以我要出來 他叫什麼 他叫要抵抗叛徒 而且他這個叛徒其實是一語雙關 他名指的是鄭麗文 所以你以前民進黨 現在變國民黨 所以你是叛徒 他暗指的是整個國民黨 他暗指的是 國民黨都不敢講中華民國 國民黨都不敢去嗆 你看謝志偉 做的明明是一個不對的事情 侮辱國旗 也沒有被懲罰 為什麼 因為他領書上面補嗆是什麼 國民黨面對中國大陸 都不敢講中華民國 還敢叫我吐出薪水 都是一個套路 就是要把國民黨跟共產黨綁在一起 國民黨是希望 兩岸在一中的架後之下 兩岸和緩 並不是說國民黨都等同於共產黨 但是我相信巧克力很理解我現在講這什麼意思 因為 現在的年輕的網友跟選民也好 他會好像是這樣 就是只有剩下國民黨跟共產黨再罵民進黨 再罵蔡英文 再罵蘇仁昌 再罵陳柏惟 你們好像就真的是同路人 那這個對國民黨之後要爭取 單一席次的選舉 包含了憲治長 特別是總統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不利的啦 那當然我的最近的這些論述呢 會有很多的這個網友會覺得說 這樣子對國民黨沒有幫助了 我是站在 一個評論員的角落去看 我只知道有些網友可能並不喜歡我 聽到我講這一些 但是 這是就事論事的 如果你沒辦法看到這一些真正的 政治的攻防跟消掌的話 那可能是因為你的 投入太多 因為你只希望看到國民黨贏 是 所以你不喜歡聽到說國民黨可能哪個地方失分的 這些評論 也請大家多多包含 不過偉翰我再補問一句 所以這個孫昌經過這一局的洗禮 或者他所謂的逆轉勝 大家都在壓縮 他可能是在公投 結束12月 可能就要下台了 現在有可能 還會再往後延 我先跟大家講 以這個禮拜的狀況 以現在的狀況 當然不可能叫人下台 但是如果國民黨要繼續糾纏 我不是說國民黨不能跟他 接下來的事態演變 如果說 等到了蔡總 真的要換掉他 譬如說 12月18的前後 還是這麼高漲 譬如說他還真的出庭了 出庭以後 你記得以前 陳出院前總 有到花蓮去出庭嗎 明明身邊有隨戶 一下車的時候隨戶都不要跟我來 我就這樣走 最好是有人把我丟個青蔥 或是丟個鞋子 我被羞辱 我被羞辱以後呢 我的支持者就會 青紅皂白不分的挺我了 所以現在不到那個時候 約12月18 風頭才是重點 現在是10月 還不到18 還有兩個月 如果兩個月以後 藍綠的對立還是如此之高 而蘇貞昌呢 還是一個 站在民進黨的第一線 敢去跟國民黨 衝突的那個人的話 要換 有點難 但是兩個月以後 這個話題可能就過了 除非說兩個月後 正好剛好是 鄭英文告那個蘇貞昌 他出庭 他選擇自己親自去出庭 那就會拉高了 有沒有 阿扁就是這樣 自己出庭 有的可能派律師出庭 沒有我自己要去出庭啊 我是狂迫害 共民黨的把我告到 陳柏惟也是用這一招啊 我被這個 中國道路點名說要下載 中國道路誰要管你 但是呢 他自己的那些缺失 他不說 他只告訴你 我被這一些人迫害 如果我倒了以後 台灣就倒了 他會做這個連結 那邱恩問的問題我很清楚的意思 但是現在 的狀況 本來就還沒有到立刻換 12月18是一個關卡 是 那如果到12月18的時候 還是這麼對立的狀況的話 我想蔡總統要 出手換他 也很難開口 因為他會被變成形容式 現在他正在被國民黨罵 而你把他換掉了 代表你屈服 你認輸 你讓我們民進黨內部的士氣 潰散 所以那個決定就很難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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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因為這樣下來就變拜散投手了 可是那個總教練他打電話的時候 發現場邊居然有兩萬個臺灣球迷 都取我們的國旗 然後請王清明加油 電話拿起來想想算了 反正這局可能會輸了 我就再把電話掛起來 讓他繼續撐著 我就不好換了 因為萬民擁帶 因為民進黨內都說 這個蘇院長是我們在前面的 最重要的一個戰將 那時候他就會要換也換不掉 想換也不敢換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